他们家是烧牌 就这个 都超级大 一般人受不了 我在这已经排了一个小时了 没错 周围的人都被我熬走了 这是重庆土安最火的一家火锅店 这绝对是殿堂去的环境 这白天绝对有感觉 你看就是这种老楼 特别老的这种楼 现在拍了多少 听一下 A37 赶紧 赶紧 咱这是A38吧 A65 这才到A37 A65 A39 到这叫 有戏人都走完了 熬不住 其实你如果等不住 周边这些店应该都不错 好战 这是在重庆连吃三顿火锅了 这家听说是最辣的 中辣是啥最辣的 就微微辣 微辣和中辣 刚选个中辣 老板直接给我否定掉了 你看这油 敢喝一口 重庆之火锅是料贼简单的料 就是像油 你看一瓶子你用吧你 菜还没上手 饿不行 舔一下 这是什么 我去翻炒 你拿吧 诶 我要吃这精品毛毒 是 是吃点 都吃点 是这个吗 对 也要猜猜猜 这跟 对对 它这个摆盘就是比较随意 你看 来了咱就先来毛毒 那必须得先毛毒呀 对吧 太没了 吃的等 太吃的等了 这是我这两天吃的 应该最好的 最好的 这会吃的鸭肠刚刚好 嗯 这肠东西做的 我这拔的鸡肠 我这拔的鸡肠 一拔的 我这拔的鸡肠 我这拔的鸡肠 冬天来重庆吃火锅 太贵了 这是号称是板上辣跳脚的牛肉 我来试试 还有这个胸口油 这是吃潮汕火锅 我比较爱吃的 我就是试试的 这个重庆火锅煮胸口油怎么样 猪肝 这也是好东西 最后辣的不得了 我这都煮了 辣椎还小 这个椎子也辣 椎子也辣 香菜重乎外放 这重庆果然是这样子 人家说就是你 这样的火锅链随便进 除了解放杯子都不会差 重庆火锅算生活 我没吃过 我来尝试一下 嗯 爽脆可口依旧好吃 太过瘾了 这牛肉超的 重庆人怎么这么能吃辣 重庆人这嘴都咋长的 真的我太喜欢重庆火锅了 我以前以为我不爱吃火锅 等我吃了重庆火锅之后 我才发现 我是不爱吃 鲜的火锅 这边菜切的都超大 你看这腰子 妈呀这腰子比我脸都大 这几乎就是一整颗腰子 我觉得披成两半了 他给你在这锅里煮了 太实在了 妈谁过瘾你这腰子吃的 像我这种爱吃腰子人 太结缠了 这大腰子吃 又厚又大 嗯 他们家的招牌啊 就这个 吃的超级大 一般人受不了 你刚吃的咋样 没得很是吧 你有没有觉得 这特别像那个 动画片里边那巫婆 煮的那东西 我觉得要是给中国的这吃辣排名的话 这江西湖南 我觉得这是第一梯队的 云桂川鱼第二梯队 我们陕西 那得往后扣 同情这些辣 我是能受得了的 还是能吃 哇 这果子 嗯 不辣呀都不辣 啊 我是渴的 我只是渴的 他这叫菜花军单 你看 这小鸡蛋煮出来也好吃 脆脆的 但这个小鸡蛋煮鲜 别看他一小碗一小碗 量真大 这一碗能分的盘子三盘 我觉得 我们团队的同伙说 我把一块的盘子松口吃了 他买蛋 一口蛋啊 一口蛋啊 所以准备 买蛋 回回回回回回 哎呀 这重庆火锅确实够辣了 我头里有点懵你知道吧 这会儿 但是这家店火肉有一定道理的 确实好吃 我们吃了至少得有两小时 我觉得 重庆火锅真是一山比一山高 你不知道哪家好吃 这家店七分 算好吃